十九 十八 从十八 陈云南 是宗政府面门案的真凶 他不是早已死了吗 谁能告诉朕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陛下 当初陈云南并没有死 只是隐瞒身份 偷偷回了平城 陈云南 他藏在朕的眼皮子底下 朕居然不知道 因为城中 有权贵隐瞒 而他成为了 这位权贵的杀手 专门从事一些暗杀指示 宗政府面门之爱 这位权贵 就是幕后黑手 这幕后黑手是谁 臣暂时还没有得到 确凿的证据 但是臣越加相信 宗政府面门之案 跟锦木太子之案有关 什么 陛下 锦木太子是被冤枉的 所谓的寻死敛财 贪污受贿 都是被有心人陷害 陷害 谁陷害太子 宗政大人手上 有一本账簿 他可以证明 锦木太子的清白 请陛下能够下旨 彻查锦木太子之案 父皇 尔臣也有一事不明 想要请教高阳王 本王与高阳王一起调查此事 按道理 高阳王查到任何线索 应该让本王知道在事 据本王所知 京兆尹也对赤云南一事 毫不知情 高阳王瞒着我们私下行事 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的用心 不知道高阳王怎么解释啊 此事事关重大 我不得不谨慎行事 可是一切都是你一人之言 不知你可有真凭实据 否则 只凭一具尸体 就想让父皇相信此人 和宗政府灭门案 甚至和锦木太子之死有关 是否太牵强了 对 俊儿 那帐簿呢 那帐簿呢 臣 臣暂时 还没有 但臣说的都是事实 京儿 皇叔知道你很关心 李未央的安御 急着想要帮他脱罪 但朝廷大元灭门案 是何等大事 陛下的圣旨是何等庄严 岂能而信 朝中大事 哪能被儿女私情左右 到底 还是孩子呀 臣说的都是事实 齿云南真的就是真凭 住口 你为了李未央 三分五次的无逆阵 难道现在 你连朝綱法纪都不顾了吗 我没有 陀佩云 陀佩云 你真的以为可以满天过海吗 是你 是你杀了齿云南 你就是幕后总使 皇爷 是南安王害死罗父王 是南安王灭了宗正府满门 没错 我现在没有证据 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的罪行会一一暴龙 父皇 豫家之罪何患无此 儿臣无辜 还请父皇明察 皇爷爷 您知道俊儿的性格 如果没有凭证 我不可能会指认自己的皇叔 孙儿现在已经抓到了齿云南 本来可以活捉齿云南 让齿云南在你面前说出一切 可无奈之下 齿云南已经被人暗杀了 孙儿才没有了凭证 但是非黑白 苍天可见 够了 想不到我拓拔子孙 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竟然当着朕的面 互相攻击 你们真的丢进朕的脸 也丢进拓拔氏的脸哪 你们看看你们自己 哪里想输职 一个毫无证据 攀咬皇叔 一个不念情分 贬低侄儿 你们别以为朕不知道 你们真的不配当朕的子孙 滚 给我滚 是 父皇息怒 儿臣不知什么事 让俊儿生了误会 为等清白 请父皇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若是在期限之内找到证据 儿臣任凭父皇之罪 好 朕再给你三日 如果三日之内 找不出证据 三日之内如果找不到证据 皇爷爷 虽然任凭皇爷爷处置 好 你为何要在皇上面前说那些话 我们都知道找到证据希望渺茫 拓拔鱼说那些话 就是为了要激怒你 你这么做只会上了他的当 拓拔鱼害死了我父王 还在皇爷爷面前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看到他那副虚伪的面孔 我就忍不住要揭发他 他就是想要你在皇上面前犯错 我们根本就没有证据 你这么指认他 只会让皇上觉得是你在无理取闹 不觉中他就站在了拓拔鱼那一边 反而对我们不利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定要扳倒他 我知道你心里有汗 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保持住理智 虚语文卑鄙 我卑鄙 你以为你父王是良善之人吗 不许你侮辱我父王 想要继承大统的人 谁的手是不沾血的 我 东平王 你父王 都是一样 你父王生了一个好儿子 只可惜 你跟你父王一样 最终会败在我的手上 托巴鱼 托巴鱼 你这样不择手段 你会遭到报应的 报应 我只相信人定胜天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得到我想要的 这个人心狠手辣 做事不择手段 我们现在跟他撕破脸皮 怕是他以后再做事 会无所顾忌 我终相信邪不胜正 我不会认输的 我不会认输的 就已经风起云涌 或许早日立出 可以平息一切纷争 宋爱 你说朕的子孙之中 谁最初衷 奴才不敢妄言 尽管直言 朕恕你无罪 过来说话吧 好 陛下春秋正盛 实在无需过早考虑立出一事 将皇储早日定好 嫁以培养 这样 其他人 才会稀了些个心思 兄弟子侄之间 才能恢复友爱 宋爱 你说 谁最初衷 若论初衷 当然是南安王 和高阳王两位殿下 但 谁更初衷 奴才实在分辨不住 只不过 在奴才看来 南安王的脾性更似陛下 于儿 刚毅果断 确实很像朕年轻时 至于俊儿 之前朕看她行事颇有张发 还对她寄予厚望 可如今看来 我们到了 她的狗家 这个刺激 当时就不过 但我也是 她的图子 估计 成为了 再阳战 他决定 thé 明天 他制作为资本 再谈兵 我 一文字 肯定就在这块石头里 可这块石头 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报信者 是宗正府的人 这块石头 肯定和宗正府有关 这样吧 我们分头行动 我和卫央 再去宗正府看看 王子 因为护士协议 你跟朝中大臣 会有很多接触 朝中的动静 你就多多留意 成德和军陶 则暗中盯住南安王府 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以防他们 会有什么阴谋 我们也好早做防备 是 君堂 你上刚好 万事小心 不要暴露了身份 走 殿下 宫中传来消息 皇上似有立储之心 在人面前盛赞殿下 而对高阳王则是不够沉稳 感情用事的评语 看来殿下之前的激将法成功了 这只是第一步 三日后 他们还没找到证据 拓拔骏为李卫央要死要活的时候 才会真正激怒父皇 父皇戎马一生 怎么可能把江山交给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可是 属下担心他们会找出些什么来 如今他们的警觉性很高 属下派去的人 根本无法追踪到他们 无法掌握他们的行踪 就给他们制造些麻烦 分散他们的实力 陛下 臣有事起奏 当年井木太子贪污敛财一案 老臣觉得事有蹊跷 只是后来太子突然暴毙 陛下悲痛之下 不愿再提及此事 这才暗下老臣心中疑虑 如今老臣恳请陛下重查此案 陛下 井木太子困厚人意 爱名如此 老臣始终不相信 他能做出 有违仁义的事情啊 老臣恳请陛下重查此案 还太子清白 陛下 井木太子虽然仁义 但圣人也难免犯错 当年此案证据确凿 确实不存在冤案一说呀 况且时隔已久 与此案相关的人 大都已不在人事 为臣只怕 重查此案 非谈于事无补 反而 会掀起天大的风波呀 陛下 王大人所言极是 臣反对重查太子之案 请陛下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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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陛下 请陛下 当年太子一案 的确草率 陛下不也曾经怀疑 其中另有隐情吗 皇爷爷 父王一直信您敬您 难道父王的为人 皇爷爷您不清楚吗 人死不能复生 可是父王的冤屈 皇爷爷真的可以 置之不理吗 好 朕决定 重查京牧太子一案 谢陛下 겠다 展积 此写 性 老公 儿子 老公 kro宕 素得 法isson 聚 人生 怕了吗 怕皇爷爷 查出你干的好事 君儿 我这个罪妃之子 当年受人白眼 被人唾弃 父皇不待见我 兄弟看不起我 你无法想象 我受了多少不公与耻辱 我一步步走到今天 不知受了多少考验 你真以为 我会惧怕你今天的挑战吗 不是挑战 是承执 挑战的结果有输有赢 我不会输 所以是承执 你这毫无根据的自信 你这毫无根据的自信 从哪儿来的 杜巴宇 我不管你一路走来有多么的风光 但是我告诉你 三日之后 你走到头了